問一下親黃 我們剛剛聽到的是網路上 這個神秘錄音檔 聲音的音源是一個不知名的 中共官員被錄音下來 那畫面上我們給觀眾朋友看了 習近平的照片畫面 然而這一個完整的錄音檔 裡頭是有很多內容 確實跟現在美中貿易戰的攻防之後 中國的戰略戰術乃至於政策的攻防 非常的類似 對 而且有些部分 跟我們之前在節目上講的 其實是一樣的 我不知道他是先看節目再做分析 還是分析完再看節目 但總之我們跟觀眾朋友 大概報告一下他裡面講的內容 他裡面講的是一個是說 美中貿易戰這樣打下去 美國加關稅 那中國怎麼辦 所以他裡面有提到就是說 美國要加關稅 好啊 那中國這邊可以怎麼樣呢 一方面這個印鈔票增加流動性 一方面還可以退稅 但是問題是這樣子的做法做下去呢 外資你還是留不住 因為對於外資來說你加了關稅 那外資我幹嘛要付這麼多關稅 所以我就選擇出走嘛 我出走到越南 到柬埔寨 到泰國 到印尼 到台灣等國家去 所以就變成說在這個情況之下 外資會跑 那麼在這個錄音檔裡面特別提到說 在外資企業工作的中國員工有4500萬人 所以他說這4500萬人 他的失業風險就非常的高 那麼他失業風險非常高 如果再加中國的出口加工貿易產業的話 那麼總就業人數可能高達8000萬人 那麼這8000多萬人呢 如果這個貿易戰打下去 打到他們沒工作 那會影響到什麼呢 這些人是有房貸的 是有房子要養的 所以當這些人沒有工作 沒有所得繳不起房貸了之後呢 進一步衝擊的是房市 衝擊房市的背後 則是衝擊到銀行的房貸 衝擊到銀行的房貸的話 這個影響跟打擊的 就從貿易戰一路打到金融戰 變成打到金融業了 那麼打到金融業來了之後呢 可能會造成銀行壞帳 呆帳等等的問題 那麼打到這個階段的時候 請問在中國要怎麼辦 結果在這個錄音檔裡面呢 提了一個想法 這個想法是什麼呢 他竟然說 那我們就發行新貨幣 回收舊貨幣 發行新貨幣回收舊貨幣 意思就是 你現在手上那些貨幣無效 那當然另外一個是 對於中國很多人來說 現在反正不是用現金交易嘛 可是他的意思就是說呢 在中國呢 等於用發行新貨幣的方式呢 一方面完成把這些舊的這些債務呢 通通做個整理跟清除 然後一方面呢 把中國的很多有錢人的錢 都把它逼出來 那最重要的是 它裡面說啊 他們這麼做的目的後面有四個字 各位要聽清楚哦 叫做恢復計畫經濟 好吧 這六個字 四加二 恢復計畫經濟 那麼計畫經濟這四個字 其實就讓人家想像 中國不是已經改革開放一段時間了嗎 改革開放的重要精神叫做私有制嘛 那你如果要恢復計畫經濟的話 那不是等於要走回頭路了嗎 那麼這一件事情呢 說實話因為無從辨別這個神秘錄音的來源真或假 但是它有一個氛圍 什麼樣的氛圍呢 各位可以再往前去想 之前中國有一位教授很有名叫向松座 向松座的演講讓大家看到了中國的GDP的狀況呢 有灌水 甚至呢 還有很多的虛報的狀況 那麼中國在打貿易戰的時候呢 向松座對當時的媒體的現象吃之以鼻 因為當時很多中國的媒體說 這個中美貿易戰打下去哦 中國是大打大贏 中打中贏 小打小贏啊 那所以呢 這個講法被向松座認為說 你這根本是胡說八道 因為中國的經濟下行 他舉了很多的數據 看起來都是事實 在向松座的演講裡面 各位要去注意看他兩邊講到一個重點 他那時候還嘲笑另外一件事情 叫消滅私有制 那為什麼向松座會去消滅私有制呢 如果各位再往前一點去看 去年2018年1月的時候呢 中國的黨媒叫做求是 求是呢 有一個學者叫周星成 發表了一篇文章 叫做消滅私有制 也就是說 在黨媒上面 有人在放風向球 說要消滅私有制 然後再接下去呢 又看到有人在媒體上 再丟了一篇文章 這篇文章叫做什麼呢 叫做私有制 對於中國的經濟已經完成 他該有的貢獻 應該要功成身退 然後呢 讓這個所謂的公私混有改革制 來接手 所以就要回到了計劃經濟上面 所以你可以發現的是 在中國去年 是真的有人在帶這個風向 而帶這個風向的來源之一 還是中國的黨媒 那麼在這個情況之下 才引起向松座後來說 你看政府在講什麼消滅私有制 害很多民營企業不敢投資 那不敢投資造成這個投資衰退 所以呢 那個中國的政府才趕快出來 跟企業家說 要保障民營企業家的生命財產安全 那麼這樣的一個風聲 搭配現在我們看到這個神秘錄音檔 講的話是不是很一致 而且另外一個很一致的是 其實跟我們之前在談的 今天貿易戰打下去 打到的是害很多做出口的 他可能會失去工作機會 失去工作機會的下一步 是衝擊到他的房貸 再衝擊下去的是他的金融業 所以這樣的從這個他的貿易 會市打到股市打到房市 這一連串的金融衝擊 其實它是一個進行式 而顯然中國的官方 自己也知道這件事 所以就變成說 這個狀況到底會不會成真 就有看後面到底會不會真的出現 錄音帶所講的計畫經濟 那月中 港股事實上是今年以來 國際股市表現最差的 那今天下午盤 因為媒體追蹤傳出來 香港可能撤回送中的新聞之後 港股尾盤急拉的快要1000點 然而事實上 香港內部此刻的處境 那港幣的處境 香港金管局的處境 非常凶險 是我們在之前816的時候 我們看到香港他們這些 反送中的民眾 他們發起那個要擠兌港幣 後來我們看到好像都沒有事情 可是你卻看到在8月26號的時候 香港金管局突然發布了 這個叫做金融機構流動性不足 準備緊急措施 這在做什麼用呢 簡單的說就是 香港金管局 就是香港的金融機構 最高的執管機構 就跟我們的金管會 也是一樣的地位喔 他就跟香港這些銀行說 如果你沒有錢的話 你來找我 反正我就是無限制的借錢給你 但是呢 這幾個文章裡面有幾個重點喔 第一個 不是所有銀行都可以 他裡面有特別提到 認可機構 就是有特定的銀行 其實是不行的 這是第一個 我們要注意到 第二個呢 他有提到 有四種新的方式 可以跟我的這個 雖然我們這些中銀行 其實就是他的貨幣當局喔 可以跟他們去借錢 好 那比較好奇的是 這四個部分 好 我要想一般如果不是很熟悉 金融業不知道他在幹嘛 簡單的說 這些都是一些金融商品的工具 以前都是在銀行間彼此拆借 就是我兩家銀行 我錢不夠了 我可能就拿這些東西 跟你借錢 當作一個擔保品抵押品 再過去呢 商業銀行要跟央行借錢 能夠當作擔保品的 大概兩個東西 一個叫存款準備金 一個就是各種票據 譬如說像我們常聽的 商業本票 銀行本票 這些票據 譬如說我們就大家比較常聽到 像美國我們常在講 他升息降息 他叫那個利率叫做 聯邦基金準備利率 那個是什麼東西呢 就是美國的商業銀行 押在美國這個 聯邦銀行 廢的那邊的那筆錢 所以我因為有錢 押在你那裡 所以我缺錢的時候 我可以跟你借錢 所以那等於一個擔保品 那在全世界做法 大概都是這樣子 可是他這一次加進來的這四個東西 我們剛剛講 他平時只是銀行之間 拆件 我彼此之間 銀行之間可以用 但是通常都是不能拿來對央行的 為什麼呢 因為第一個 這些都是很短期的東西 譬如說你看到日內回購 就是我們在台灣說的 叫付買回 付賣回 它都是個很短期的 通常我要跟央行借 都是有個比較長期的 好第二個 甚至它連衍生性商品都進來了 譬如說裡面這邊寫著 外匯調期 調期叫做swap 就是所謂的金融交換 還有下面這個貨有期限工具 它也是一種衍生性商品 通常衍生性商品 它在市場上 看起來有價值 事實上它是沒有價值的 在以前是不可能拿來做這件事情 但是他這一次居然 這個大開放便之門 跟這些銀行說 反正你又缺錢 你這些看起來值錢的東西 就拿來當作單保品 我就借錢給你了 所以這顯然有問題 所以這個消息 這顯然是香港金管局在互盤 穩定香港的銀行業的流動跟金融狀化 那顯然香港的金管局 知道香港有某些銀行業的流動準備狀況 可能會告警 是的 那它等於是預備啦 預備萬一吃緊的時候 這個金管局可以幫忙來處理 幫忙來救你 因為金管會有很多人都質疑這些事情 那香港金管局就有出來說 這我是例行性的事情 可是我們剛剛講 例行性的事情沒有下面那四個東西 這四個東西是這一次才出來的 而且大家在擔心說 816好像看起來沒事 可是現在有事的是什麼 因為816不會成功 因為都是一般的老百姓在做 可是現在香港面臨的是 很多的中大型機構 法人開始錢在退出了 就大規模的法人機構 大部位資金在撤出 對 所以現在銀行真正的危機 香港銀行真正的危機 現在才要開始 那所以不只香港有問題 中國的問題也很大 我們看到幾個數字 中國光上半年 它的這個不良貸款 不良貸款我們在台灣 就是叫做壞帳或稱為呆帳 上半年成長了10% 多少錢已經達到2.24兆人民幣 大概就9.9兆台幣 這是個非常驚人的數字 而且你在其中進去看 增加的部分 大型銀行來說 像我們這個中建工 這四大行 這種大型銀行增加的不多 可是比較有問題的 反而是它的中小型銀行 這個問題是比較大 因為中小型銀行 通常它的這個能力就比較差 結果我壞帳越來越多 而且你整體往下看 不良貸款已經是 我們剛說已經變成壞帳 下面還有3.6兆多的 叫做準不良貸款 在台灣就稱為余放 我簡單解釋一下 一般我們跟銀行借錢 如果三個月沒有 準時還款或付息的話 銀行就會限定為所謂的余放 然後再更嚴重 就是六個月還不出來 就是列為所謂的呆帳 然後再更嚴重就是違約 再比違約更嚴重 就是宣布企業破產 所以你看現在光這兩個數字加起來 剛剛我們那張手板裡面有一個數字 魚放的比例已經佔整體的 放款的6.88% 大家聽這個數字沒有感覺 我給大家台灣的數字 我查了一下 我們公佈最新目前到7月份 台灣的魚放比才0.24% 中國現在是6.88% 我剛剛說的是魚放 魚放是三個月 但是這個已經是6個月以上沒有還款的 已經都6.88% 大概就知道這個問題有多嚴重 所以銀行會有這個問題 當然是來自於企業 我們再對比到 這個安勇會計師事務所 是全世界四大會計事務所之一 它統計去年的部分 光中國來自於已經上市 就中國上市銀行有45家 就是股票有發行的 45家當中 統計大概是7.88% 那如果連帶線沒有上市的小銀行 加一加超過一兆 那比較嚴重我們就看到 已經有三家銀行已經被接管 包括我們以前提過的 像這個包商銀行 最緊搜銀行 被接管 那事實上還有十幾家銀行 在上半年財報交不出來 財報交不出來 基本上一定就是有問題 所以最大的問題還是回歸到 中國的企業狀況越來越差 我們這邊 我們給大家看到這些數字 我們就不一一去講 比較大的問題就是 我們前一段提到的 這個地產的部分 光今年到7月底 中國地產公司已經倒了280家 那其中大家比較特別注意到的是 所以我打個操 恒大在借高利貸 那美元票面利息借到10.5% 那因為它是恒大集團 它是中國第一大 它還借得到錢 借不到錢就倒 所以統計之下8月份 倒200多家房地產業者 那個是中國內部已經確定倒的 那像恒大這種叫做大到不能倒 如果倒的話就等於倒三分之一個香港 它的負債是三分之一個香港 我再鼓吵一下 恒大其實在中國境內已經借不到錢 它為什麼後來要發美元債 就是因為它在中國境內銀行不敢借了 雖然它在國際市場是要發美元債 它在香港發美元債 對 因為中國境內已經沒人敢借錢給它 大家就知道這個問題很大 而且恒大10.5%還不是最高的 它去年底還發過13.75%的 你就知道有多可怕 好 那所以我們再看 已經倒的裡面有一家很大的 中國企業500強裡面是不管什麼行業 排前500大的第215位 這個叫一億集團的 能夠在中國排前215名 這已經是非常大的公司了 它今年6月17號宣布破產 對 哇 所以大家就知道 這中國這整個問題真的非常非常嚴重 已經像這種等級的 已經總排名200多名的這麼大企業都在倒了 更不要說那些更小間的公司 所以這基本上中國整個企業的問題 自己倒了就算了 接下來我們更大去把銀行給拖倒了 所以一環扣一環嘛 以銀翼集團這一種來講 它是500大當中排名275的話 它一倒第一個是它銀行團的呆帳都要認 第二個是它的中下油供應商可能都收不到錢 一般的觀眾朋友對於地產看到的是 前台在賣你房子 後面比方說包商啊 工人啊 供應商啊 供磁磚的啊 供油漆 供水泥 供鋼筋的啊 它的那一堆供應商搞不好都收不到破款 對 那就跟我們常說這粽子一關啦 你那頭一斷掉是整塊粽子全部都閃下來 對 所以那個是上面你看到的是大咖在垮 下面是大咖的中下油產業供應鏈 通通都跟著垮 對 因為我們常說不動產是一個國家的經濟龍頭 最主要就是這個問題 所以連帶的 大家看到中國企業這麼閃 那台灣的台商在中國大陸 基本上也好不到哪裡去 所以我們看到 我們之前一直在講中國收成股 下面中國收石股 所以你看到我們昨天講到特例觀點 所以你看它的財報已經任列3億多的損失 好 那東貝做LED的 他在上半年也把它的在中國的廠關掉了 也任列了2.2億 好 那玉龍他也正式宣佈 他在中國的投資是失敗的 他發展新的這個車子也是失敗 所以任列了9億多 那最後這個陳德 那陳德這也很有趣 他去投資了一家公司 結果這個公司 他在5月份的時候還說 我投資這家公司賺了100多億 結果到7月這家公司被人家踢爆 根本財報都造假 所以他現在任列損失了 所以9.2共識一樣要任列虧損 我們廣告之後回來 我們今天聊的是 川普對媒體直接發言 同時也在推特上面也證實了 確實美中之間很有可能 有一個暫時性的臨時協議 或者外界稱之為第一階段的協議 其中關鍵的沒人婆牽線婆 讓美中有交集的是豬 那這個豬頭豬隊友很重要 問一下林老師 今年中國內部因為非洲豬瘟造成了 第一階段的新聞議題跟傷害 那緊接著而來過去兩個月 豬肉價格的飆漲造成了民怨 中秋這種節慶都是豬肉的大節日 所以豬肉價格的飆漲 既是民生問題也是經濟問題 也是物價問題更是政治問題 菲多豬瘟最早被人發現了 大概是在1920年代在肯亞就發現了 然後57年傳到葡萄牙 然後從歐洲上轉著漸漸傳 大概傳到差不多十來年前 不到十年前進了俄羅斯 花了十年的時間跨過整個西伯利亞 最後來到亞洲 那在中國最早發現了 說去年那時候八月份的時候 我們其實原來聽到一些消息 但不很確定 官方比較明確的消息 是在八月中下旬 所以當時最早講說 上旬出現 然後下旬他們做了總結 最早是八月三號到四號 在瀋陽的時候發現一個案例 那我們原來不曉得怎麼回事 後來稍微了解一下 說這種想法還蠻嚴重 但是人吃了不會怎麼樣 除非你吃完的地方 看起來很噁心之外 其實人吃了不會怎麼樣 所以大概大家沒放在心上 後來大概一個禮拜不到吧 央視就出來講說 這個瀋陽發現了豬瘟 然後現在疫情得到控制 話才講完 在河南 江蘇 浙江 就連續就爆發 那最後就沒辦法了 那就只好承認 後來我們一看到說 這種速度 然後到了八月底的時候 他就說他有多少多少 已經發現有這種疫情跟跡象 我們很快判斷 我們說按照中共這種說法 應該基本的淪陷 只是問題是到底有多廣 或哪些地方還能幸免於難呢 大家不知道 那麼這東西從哪裡來呢 從俄國來 那什麼會從俄國來呢 這東西就跟貿易戰有關係了 原來呢這個中共呢 跟美國呢買很多豬肉 這個幾百萬噸 大概不到上千萬噸 因為他 中國到了自己這個豬產量呢 每年大概是五千多萬噸 但是缺口呢大概在一千萬噸 所以進口量大概這麼大 所以如果這樣加起來的話呢 大概大家初算一下呢 中國人大概消費了 每年的世界上的豬的 豬的這個消費量的一半左右 所以它是一個大國 那沒有話說了 那麼這個從俄國傳進來 這樣一部分上跳 那為什麼當時會說 是跟貿易戰有關係呢 因為當時不是打美中貿易戰嗎 中共發了脾氣說 我不跟美國買豬肉了 美國豬肉原來有個問題 叫瘦肉精 對不對 那那個時候也冒得很兇 後來中間 後來它最後反而慢慢解決了 沒事了 那完了之後呢 不是打貿易戰嗎 打貿易戰之後說 那我生氣我不跟美國買 跑去跟俄國買 美國雖然有瘦肉精的問題 但美國的減疫的部分 還是比較好的 俄國的減疫部分比較差 而剛好在那時候呢 俄國已經傳到那裡 而俄國減疫減得不夠好呢 我們猜就是 它把大部分有問題做的 那一批賣了過來 對 所以最早呢 在瀋陽出來 然後啪啪啪跳 就傳過來 那傳的就很嚴重 那後來現在就是 我們知道就 官方對這部分 第一宣布呢 不是很完整 第二呢 我們認為它的呢 檢疫跟防疫措施呢 不是很周密 第三就是 地方上有能存侥信心 因為對地方官來說 這東西弄大的話 打擊我們省內的產業 所以為了保護GDP 為了保護什麼東西呢 我也不敢多說 然後就是 特嚴重我把它處理掉 不怎麼嚴重啊 那就睜眼閉眼就過去了 所以我們知道 那時候應該有很多 這些已經染病的豬呢 做成肉製品出來 後來從哪邊看出來呢 那大概這一段時間 全球都有警覺嘛 大家不是在海關查驗 都比較周密嗎 我記得是 大概去年下半年 到今年上半年 我忘了準確時間 當時我參加一個政府會議 提到這些事情 當時我就 又是談那個 整體兩岸經貿什麼等等 我就提到之前 我說這個東西 比較嚴重 我說我們不曉得 到底多嚴重 但是應該重罰 後來主持人就說 現在已經罰到五萬了 還不夠 我說大概五十萬 到一百萬起跳吧 它怎麼會罰那麼重 我說你忘了口提 對台灣那個豬肉產業 打擊多嚴重 上千億的這個產業 就已經打掉了 我們搞了差不多十七八年 才慢慢洗刷東西 所以後來慢慢抬高 但我覺得呢 防疫還是有點問題 我要講的就是 我們那段時間 其實現在陸續都有 大家看很多新聞 都可以看到 中國旅客到外國去 經常有豬肉製品被查出 然後一查出之後 發現它是陽性反應 所以表示說 他們帶東西 他自己都不知道 那豬瘟的事情 傳了這麼久 大概在今年 現在是九月份 我記得大概在四五月份 我有台商朋友 從大陸回來 然後跟他講起說 豬瘟 他還有豬瘟 我們都不曉得 已經吃了幾個月的東西了 所以表示說 新聞封存很厲害 那一般老百姓呢 就不知道呢 就出了很多問題 所以根據外國估算 就是說如果現在 達到這種地步的話呢 那那個 升租量呢 會減少很多 大概現在外國 初步估算呢 中國大陸今年呢 到這種情況的話 大概升租量的產量呢 會減少百分之三十左右 那明年還會再少 如果照這個比例的話 大概紐約時報是估計說 大概會少到 一億五千萬到兩億頭 中國大陸去年 2018年 他們宰殺的升數 大概在七億頭左右 所以換句話說 大概是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 那這比例非常高 所以 那這個東西 就剛剛講了 其實你也提到嘛 它是一個經濟任務 也是一個政治任務 所以 那當然官方就非常注意了 所以那很多時候 它就開始說 那現在已經差不多了 我們開始鼓勵 後來我們發現 很多豬農呢 不肯去養豬 那為什麼呢 他說第一 那個 我可以告訴你為什麼 因為我有認識 養殖豬業 而且是在大陸養殖豬業 不是台灣 對 他們跟我說 一死 像傳染病 全死 然後死豬還很難處理 因為掩埋 還擔心它會繼續傳染 以及如果你是 比方說養殖業者 你一養全都死 你都不能把它養肥 宰了賣 那你還要投資嗎 對 然後你都知道 你自己當場宰殺 當場這樣埋 你都把那一個病毒 污染你的土地了 你還敢養嗎 於是它的那一個 養殖量會大量的銳減 對 因為很多人認為 它再繼續養下去 它明年這個疫情 仍然不會控制住 它會血本無歸 對 然後官方還不斷的 鼓勵去養 那我們現在曉得說 一般來說 像這種已經污染的土地 要經過大概5到7個月 一般平均說是6個月 也就是180天 才能消毒 西班牙為了這個 搞了快要100年 它才降低 然後它的一比例豬 一比例火腿 才能再出口 然後出口全世界 所以這個東西都不是 一年兩年可以處理的 這個中共官方是號稱 6個月可以處理乾淨 所以過去定的標準是說 6個月之後可以重新養 那現在已經放寬45天 看你要不要養 所以朱隆說不養 那為什麼不養呢 他第一 我根本不曉得消息 是不是正確的 這個事情出來這麼久 有一年多我都不知道的事情 那現在我才知道 然後你也告訴我 說從180天 說到45天 第三呢 目前為止沒有可用的疫苗 所以這樣你怎麼叫我去養了 好 那結果什麼呢 價格攀升 就剛才那個青皇兄 跟那個王好兄說的 價格攀升 大概現在是30多塊人民幣吧 那差不多是160不到 150台幣上下 就這麼一個價錢 而且連續上漲了12個禮拜 對不起 在8月下面上漲了12個禮拜 現在這樣上漲了就十幾個禮拜了 所以時間非常長 對中共來說呢 就你剛剛說的政治任務 對 民怨 已經特別指派副總理胡春華 抓好豬肉工作 所以豬肉是一個養豬的任務 是一個重大政治任務 那麼很多老人講說 活了一輩子 沒看過這麼貴的豬肉 是 然後那個 華爾街日報呢 就採訪了北京附近的一個豬肉飯 豬肉飯說 我賣豬肉賣了20年沒看過這事 價格每天在漲 然後剛才這個王好兄提到CPI的事情 那CPI呢 現在一般官方公布是2.8 然後城市呢 上漲CPI是3.1 一般我們會認為說 城市CPI上漲會比較低 是比較高 然後這個鄉村會比較低 為什麼反過來呢 掌控 對 中共寧可就是我犧牲農村 然後我抓緊都市 所以這個很明顯看到這個掌控 然後這豬肉現在掌控到這樣 它對CPI的影響大概是1.08個百分點 所以那衝擊是相當大的 但是我們後來又知道一個消息 官方在發布的數字以前呢 把這個比重調低了一點點 把豬肉比重調低了一點點 這樣使得還不那麼難看 那這個現在關稅呢 不是像原來是百分 就豬肉 對美國豬肉關稅也百分之六十二 對 最近不是為了吵架 又加了百分之十變七十二嘛 那這次不是說 為了要一個短期協議 你剛剛不是提到說 短期協議說 現在要開放一些東西嗎 我們特別看一下 豬肉跟大豆呢 沒有放 那我們說不合邏輯 照理說應該放豬肉跟大豆 後來我們想通了 談判用 談判用 我現在就是不扣 靠的時候到時候拿來談判 當作一個籌碼我放給你 看起來比較好看 所以以 談判來說呢 是一個高明的策略 好 那現在豬肉如果走到這樣的話 對CPI有這種衝擊的話 它最後導致什麼結果呢 那明老師剛剛講 豬肉價格的飆漲 也帶來了民怨 它是政治問題 也是經濟問題 也是民生問題 對 它也是一個社會問題嘛 因為現在我們看到就是 大概大部分外界分析都認為說 現在豬肉價格上漲 會導致這個通貨膨脹 我們看見比這再深一層 我們看見是滯漲 停滯性通貨膨脹 停滯性的通貨膨脹 為什麼我們這樣說呢 第一呢 它這個生產力已經下滑 這我們已經看到的 外界現在對這個GDP呢 有很多都 對中國大陸GDP 有很多估算 現在看的比較悲觀呢 是3到4 那然後比較樂觀呢 大概還在5到6左右 但是現在大概就是說 你要到6或超過6呢 這幾率就已經很小了 所以第一生產力下滑 這很明確的 第二呢 失業率上升 這我們在過去 幾個月節目呢 我們都這樣講 我們說 當外商外企啊 逃出去的數量夠多的時候呢 它內部失業率一定會上升 第三呢 物價上漲 物價上漲 現在豬肉只是一個 一樣東西 記不記得我們幾個月前講說 北京人不敢吃水果 對不對 所以這邊你一加起來的話 物價上漲 失業率上升 生產率下滑 基本上就是滯上的定義 現在只是說到多嚴重而已 那麼我們在2017年年底 我們這樣判斷2018 2018已經出現這種現象 2019現在更明顯 所以我們對2020 在這問題上 我們是比較悲觀的 所以剛才是金黃兄 還是誰提到說 那個有票證 對 然後現在票證出來了 昙花一現 但是如果說 真的照這樣走下去的話 我記得大概前一陣子 還傳出一些說 中共官員有一些什麼 內部談話 講說要如何應對 講說回到這個計劃經濟 那個應該是最壞的狀況 但是因為中共認為說 我對這件事情有經驗 我不怕 所以走到內部呢 我都有應對方式 但對西方社會來說 很難想像 好 所以最後呢 剛才金黃兄 秀了那個 那個炫富那張照片 那個實在是 令人印象深刻 不過中共官媒有個更精彩的說法 他說豬肉還是少吃為好 好對 9月10號環球日報下的生命時報呢 在這個出了一個頭版的新聞說 豬肉還是少吃為好 他第一呢 政府正在持續推出各種解決方案 但是專家告訴你說 中國吃豬肉傳統是不健康的 所以你剛剛一大動畫 都是不健康的話 這個中國黨媒央媒 嘴巴說反美 但是消費者很誠實 身體很誠實 其實會發現說 肚子是比嘴巴更誠實的 然後中國的中美貿易大戰呢 他們還重新剝了上肝領 對不對 特別一直講說 不怕犧牲 排除萬難 絕益死戰 可是這樣一個絕益死戰呢 當你碰到了 美國豬美國牛的時候呢 發現大媽出征 然後整個都已經崩潰了 Costco在上海這邊呢 開張了 那開張以後呢 有很多大量的 美國豬美國牛 還有龍蝦 也要被課征勘碎 通通都進來了 就你就看到 整個呢 門還沒打開的時候 大媽門全部排在門口 一拉開的時候 整個就爬了進去了 所以有媒體用上司的 這種電影的畫面 去加以形容 然後衝進去之後呢 其實在外面呢 車子已經排了 三公里以上 全部塞到 進去找停車位 又是三小時 然後在這個過程中 總共大家等這麼久 大家都一定要進去 因為我就在這個時候 趕快搶了 所以在攤位上的豬肉 一攤出來 全部掃光 牛肉一攤出來 全部掃光 大媽門拼命的搶 而且搶到最後呢 應付不來 整個Costco呢 在開張這一天 還停止了四小時 要處理這些人潮 你就看到整個 那為什麼中國是這樣子呢 因為他們現在呢 豬肉呢 越來越貴了 貴了應該平均 都上兩倍到三倍以上的價格 這跟台灣比較 所以他們有補貼 可是補貼呢 政府呢 每個月只給你20億的人幣 29個省分下去 只能買兩斤 那無肉死人瘦啊 大媽們是瘦不了的 所以Costco過來揍 他告訴你說 我雖然嘴巴上還是絕意死在 但是我的肚子告訴你說 美國豬美國牛 我們趕快搶個吃下去 真的 而且今年中國內部的糧食問題 壓力是挺大的 所以這一次對於美國的大豆 或者是龍蝦或者是豬肉 全面的科增這個新的關稅 很有可能對於內部的通貨膨脹 跟食物價格跟糧食壓力 造成更大的危機 它是連動的 我之前講過 其實美國的前國務卿 他早就說過了 他說控制糧食 可以控制全世界每一個人 控制石油 可以控制全世界每一個國家 所以說全球的石油跟糧食 絕大多數其實是控制在美國的手裡面 所以我就覺得很奇怪 就是說這一波的中美貿易戰 就是說很多外面宣傳說 中方中國是挑準了美國的要害處 來開戰 可是不對 他挑的包括能源也好了 或是糧食 尤其是糧食 它剛好就是中國最脆弱的地方 你怎麼會挑這個地方來打呢 這樣打下去的話 你會撐不久的 果然你看豬肉只是一個例子 我先解釋一下什麼叫糧食 五樣東西叫糧食 米 那個麵粉 然後玉米 大豆 馬鈴薯 這五樣東西裡面 米的話 中共可以自給自足 少量出口 這個麵粉的話 勉強自給自足 它缺口最大的就是在玉米跟大豆 然後馬鈴薯 中共可以自給自足 它的缺口有多大呢 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 它的統計 就是說去年2018年 中國的糧食的自給自足率是82% 那換句話說你有將近20%你是仰賴進口 然後這個中國的農業局 它有個統計 它說這個2018年的這個進口的糧食裡面 大概1億噸 我之前一再的強調 這個中國政府所公布的數字 你都要打個折 它說只有82% 自己自足率的話呢 那恐怕呢 絕對不到80% 它說進口只進口1億噸的話 那一定超過1億噸 那所以呢 這個1億噸或是說進口量超過20%是什麼意思 那意思就是說 中國現在有14億人口 那麼起碼用換算的方式 有3億的中國人是靠這個國際糧食市場在養的 簡單的說靠美國在養 那當然不是直接養 因為美國賣的是這個大豆跟玉米 那現在這個大豆跟玉米呢 拿來做這個貿易戰的這個工具的話呢 那麼第一個害到的當然是你自己 就是我們都知道 這個大豆它不只是說所有的豆製品 它還有最重要的一個民生消費比叫沙拉油 其實所有的沙拉油都是大豆 還有啊 豆腐豆干豆製品 所有的豆製品 都是黃豆做原料 再過來就是豆餅 意思就是說那個 而且吃不了豬肉吃不了牛肉的時候 你的蛋白質來源都只能從大豆跟黃豆製品來 所以吃素的為什麼吃大量的黃豆跟豆製品 因為它有植物性的蛋白質 然後養豬最好的飼料還是要回 還是大豆的那個豆渣 所以你現在就知道說為什麼就是說 其實禁止這個美國豬的這個進口 更重要的不買這個美國的這個大豆 那其實連中國的養豬行業 它本來就已經遭受那個豬瘟的重創了嘛 那現在就更加吃緊 所以其實我們要防範就是說我們今天在談這個這個中國的這個豬價的大漲 其實所有的評估都說今年年底 這個台灣整個亞洲全世界的豬價都會大漲 因為這個這個需求會越緊繃 那回來講這個石油的問題 就中國的能源有將近50%是進口的 但是石油光是這一項有將近60%是靠進口 中國的海關統計局它有這個這個有公佈了這個數字 6月份公佈的 今年2019年5月 中國從美國進口的原油 比去年同比的話 大增的百分之超過10% 大概每天大概18萬桶到19萬桶 那估計7月8月份一樣就到今天一樣 為什麼呢 因為美國可以供應等於說價格便宜的石油 更重要的是美國已經宣布了對伊朗對委內瑞拉進行制裁 所以說不能去買它的石油 所以其實呢這個中國是默默的 就是還是依賴美國的石油 好我們稍後立刻回來 好慧珍剛剛看到的是人造漏的月壁 對你知道現在一株難求 所以中國現在在推行新生活運動 新生活運動就是把很多的 本來應該要放肉的東西全部都改成用植物肉 人造肉的方式 像這一次月餅就推出來3000盒銷售一口 另外一款一樣售到他們市面上非常暢銷的 叫做豌豆蛋白素肉月餅 本來現在吃素就是是王道就是是鄭猴 那連那個新華社他們都甚至賺我的 來說中秋節吃口人造月餅 來一場那個美食的大革命 所以可預計說未來可能那個主流 中國的一個主流就變成吃素是未為主流 那剛剛提到就是中國這一次豬肉之溫 主要兩個原因除了非洲豬溫之外 然後再來就是因為關稅的問題 那非洲豬溫使得他們本來 大概一年有4億頭的一個養殖量 現在一下子銳減銳減到大概不度有 也快1億頭 然後導致整個價格攀升進口量大漲 以7月份來講他們以前7月份進口不到10萬公噸 在今年的7月竟然進口的成長一倍高達18.2萬公噸的豬肉 顯見他們現在豬肉的危機是非常的嚴重 那在關稅剛剛有特別提到 其實主要是經由三次的關稅調漲 美中貿易大戰這個部分 包括了去年4月2號一口氣調漲了25% 然後在7月6號一口氣調漲了25% 在今年的8月23號再加了10% 所以三輪關稅下來使現在的美國輸出到中國的豬肉價格 竟然是光那個關稅就克制了72% 然後在這種情況之下 中國的最大的豬肉銷售市場 中國最大的一個豬肉養殖市場 現在變成竟然是中國最貴的一個豬肉價格 然後中共送給中國人民70年開國的大理 就是豬肉創下歷史新高 所以他們現在就開玩笑說 二虛兇陷的身價已經高過了牛魔王 所以那個豬肉掛在身上已經取代了黃金 變成一種炫富的工具 好 我們稍後立刻回來